街上一街 这些人 通过海路空 三种方式 去到另一个世界 就宾死 经历 有些是直接 所谓上天 有些是黑黑的地方 那所谓 是不是下到 地下地狱了 也不知道 但是那一刻还是非常近的 也感觉不到害怕啊怎么样 但是还没有什么惩罚 那不光是天堂地狱 可能还有别的去处 也有通过海路 就是一艘船 带你去 大概是这三种情况 搞不懂 为什么去后还是海路空 反正地球上是这种 三种方式 才能半人运走 介于你的呢 有的时候 有人行 有的时候看不见 干脆就是光 不同颜色的光 每个人也是不一样 那这个就 无所谓 共同的经验了 可能 用我们学过的宗教啊 怎么样 我想说你沦落到不同的 频率嘛 你这个人一生 伤恶 感召的不一样 你对不同的光的颜色 敏感程度也不一样 你就会喜欢到那个光里面去 就那种光和频率才能感召你 你才能受得了 感觉到舒服 自然一点 你就到那个道具了 我们又延伸了 那光 它也是 用一种 不用讲话的 听到 不是用耳朵听到 那光 当然感觉好像是用眼睛 但是 还有 一种无形的声音 就应该是意识 传达给你 我们用现在的活话讲 好像 心通吧 而且到那一方 你见到你 过亲友的时候 你跟他们不用张嘴 这个嘴在下面是最欠的 不值钱的东西 只需要用 那闭着嘴巴就能沟通了 那这言行举止 举手投足 不用言了 就一念就感知到了 他的想法 一个眼神啊 一个什么动作 不管什么 就哪怕他不动 他得念一发 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需要什么 我那个时候 反正都是很静的 还有些 有通过接引你来的人 当然这个 本书啊 它是西方人写的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一个 集体的共意识 就是到天堂 是最终向往的地方 其中有一个就看了一堵云来 画成一个天使的形容 但是告诉你 你不能来 不够自个人 第一 杀人都不行 第二 自杀都不行 杀人都不要讲了 自杀 一是你时候未到 提前来 不是想来就来 二是这种 干脆就不允许 因为上帝造人 他有恩赐 我们不管是从宗教哪个角度说 人来就是一笔受生战 你看接前来的 多半 多半 如果是降为打击 天然掉下来 那是另外的 然后 我们人身体 就是由 这些基本的元素 构成的 宇宙间的这些 风雨雷电 山河大川 这些基本的元素 人烧到最后 就是一把灰嘛 那剩下的气都蒸发了 那山 下面一个灰 压到山底下 就是碳嘛 人主要就是碳 这个构成 猪丹你的是什么 一定是有个运作的东西 要不然你是一坛肉 机器也得有人操控 我们恐怕还说完 就是 身体发复收拾 父母不可回 然后更标准 你